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杰斐兄本身是哈佛毕业 现在又是哈佛的面试官 那么江主任从事的就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学生进入好的大学 所以两位都在这方面有你们独特的见解 那么最近美国的SAT考试出了一个新的制度 叫逆境加分 我们先来请教江老师 作为专业人士这个逆境加分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先解读一下 好 首先我要先解释 我虽然是协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的 但是我也提供SAT课程 但是我的立场不是说每个孩子都应该要补SAT 我先声明 然后来解释SAT逆境加分这个事情 实际上来说这个是因为很多年以来他们研究显示 像我这里有个图表 就是说这个是各个不同的族裔 它的这个SAT的分数的这个就是说平均分数 那我们从这个图表很明显看到这个是2018年的统计 也就是2017年毕业的学生 很新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裔的部分它其实是高了各个族裔大概200多分 那高过白人大概100多分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立场正确的人 或者是说你不是很懂我们的文化 你就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是不是有点就是说我们就是天生会考试的这个嫌疑 那如果说撇开这个不谈呢 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字 这个呢就是根据家长的这个所谓的教育水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高中没有毕业的这个家长 他的小孩子的这个SAT分数跟这个念到研究所以上的这个 学生的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差异也是200多分 家长教育程度对子女的SAT分数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就根据这些研究报告呢 他们就是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呢 当就是说你是亚裔或者是你是这个家庭收入比较高 或者是家庭的这个 教育程度比较高 对都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到这个学生的这个得分 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 如果说学生我们因为要公平要政治立场正确 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些处于逆境的学生一些加分 那这个是这个的由来 我觉得现在比较糟糕的是说呢 这个加分是怎么一个加法我们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 好我们等一下才来讨论他这个加分正不正确 首先江主任给我们介绍了 现在SAT所谓的逆境加分是根据两个指数来决定的 一个是逐艺在SAT考试的时候他们成绩的分布 过去我们都知道在SAT考试当中有两个逐艺分数比较高 一个是我们亚裔 一个就是所谓的欧洲裔白人 白人 那么其他包括西班牙裔非洲裔或者是原住民等等 他们的成绩大概都在一个区间当中并不明显 上下并不明显 那么现在这个SAT出了一个逆境加分 那么作为哈佛的面试官 你怎么看待在SAT考试里面加入了这个元素 它的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加分就是要看你的环境的分 就是要给 因为我们都讲过了 就是说你的环境会影响到你的分数是有一个关系 不是说完全是按照你的家庭或者你的高中 可是是当然有一个关系 那其实很多大学从开始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 像我是当一个面试11年 那我面试完一个人我就要写一个报告 那个报告里面他们都会问 那这个学生的环境是怎么样 他是上什么这种高中 因为当然哈佛和Stanford 他们也不了解所有这个一万以上的这些高中 所以他们要我们这些面试人来说 他是不是上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学校 是不是上了他的成长是不是比较糟糕 那个crime rate是不是比较高 那他自己的家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应该说出来 像他只有他的爸爸不在 只有他妈妈在工作 担心家庭所谓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在考虑了 可是像现在SAT在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弄简单一点 所以这些学校就有一个分数他们也可以看 不只是要靠我们的report或者学生写的东西 杰飞兄我这样理解 其实对于一个学生会不会被哈佛和Stanford这些顶级大学录取 过去一项在考量当中就已经有这些因素了 他的家庭状况他的经济状况 他念高中是不是顶级的高中 那么这些状况会对这些学生入学起到一定的影响 现在美国大学这个教育委员会 根本就是把它制度化把它法律化 是这样理解吗 法律化也不因为其实虽然有这个分数 其他大学也不见得需要用这个分数 他们可以有这个分数在他的SAT 学生可以有这个分数在他的SAT score上 就是看那个大学要不要用 要不要看 那像哈佛会不会看我不知道 因为哈佛已经有做这个面试 所有的学生要申请哈佛就会有这个面试 所以我们可以问出来这些东西 可是很多大学不会给小朋友 就是学生做这个面试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就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就是在有一个Data Point 他们可以用 但是SAT考试的分数 对一个学生能不能进入名牌大学 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吗 江主任这个看法对吗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 其实SAT这个分数呢 是这个申请的一部分 有些学校就是说也不一定要有SAT分数 但其实呢整个申请的这个就是审核 它叫做Holistic Review 就是说整体性的评估 就是方方面面 各方面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 你本人的人格特质 包括你学校的课程 GPA 这些都是 可是呢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SAT 它等于是类似一个就是标准的评估 因为我们每个学生去上的高中 跟他的老师的难易程度都不一样 譬如说你去读的高中比较难 你去读的高中比较简单 那同样的GPA来讲 我可能不能把他们两个直接的比较 对 所以我就叫你们两个考一模一样的试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知道说 你们的程度差异在哪里 对不对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本来是它的原意 甚至在一开始就设计这个SAT的时候 它是有点像IQ测试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它的原意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它是审核的一部分 那有些大学呢 不把它当作就是说 申请的requirement 可是你还是可以递交这个分数 是看你要不要递交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演变好像是说 这个反而变成对我们一种很不利的一种 就是要件 反而你SAT考的高 好像就是说 说明了你这个人可能日子过太好 可能我应该给你扣点分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不大对了吧 这是进入一个误区 首先我们说 SAT是一个全美国统一的考试 对 那么这个考试不但是面对美国的学生 国际学生也可能会面对这个考试 对对对 那么所以我们说 一个学生有没资格进入某一个大学 这里边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很多的考量 但是最起码SAT是个学术考量 学术考量 或者是说程度啦 应该是说你的程度 不管你的GPA多少 你的程度高不高 因为有些人他GPA很低 但他程度很高 他只是懒得做功课而已 对 在我个人看来 如果SAT的分数 在进入大学不那么重要的话 这次美国全国大学教育委员会 就不用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加入 这个是我们意境加分了 首先SAT在大学录取某个学生来说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认为是第一印象 比如说你SAT考一个非常低的分 你去申请一个名牌大学 很可能你都没有被综合考虑的时候 就已经被踢出这个名单里面了 那么既然SAT这么重要 那么导致现在美国的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 要出现这个所谓的逆境加分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到底逆境加分是否公平的问题 我们刚讲了 考虑一个学生能不能进入名牌大学 除了有他的这个综合个人的这个素质 还有他在一些社会活动上的表现 学术毕竟是个标准 那么在哈佛大学的面试官这个角度看来 一个学生他比如说他家庭比较困难 他所读的学校也不是那么好 他的SAT的成绩考得非常差 但是我胸有大志 我觉得未来我要承担天下的责任 所以我要读哈佛大学 在这种遇到这种学生 哈佛大学也好作为面试官也好 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 当然我们想看要有个基本的 基本的standard我们需要 不是说你的家庭不好 你SAT score不好 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把你提高嘛 也是要看因为位置不是那么多 每年他们只收2000个学生 可是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 现在像江主任说的 SAT其实越来越多大学没有在收 SAT是optional 不考虑这个因素 那SAT是college board做的 是个公司for profit 他们赚钱每次你考SAT 他们就会赚钱 所以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他们想把这个SAT把它变成更relevant 所以他说哎呦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SAT不太好 不再靠SAT 所以我们再加这个环境分的话 可能更多学生就会去考这个SAT SAT SAT它是由一个商业公司来具体运作它 但是这个标准是由美国教育部 由联邦定的 并不是这个商业公司决定的 不是 是由这个商业公司决定的 是商业公司决定的 这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 这跟政府没有关系 这个SAT跟ACT 都是美国大学申请 可以用的一个标准化测试 但是这个标准化测试 虽然是一个私人公司 但是最起码它有一定的 认受的这个可靠性 可靠性其实是看大学 那这两个公司 SAT ACT 它只是提供这个考试 就是像李氏讲的 就是说他们收这个报名费 然后就是说执行这个考试 收这个报名费跟学生 能不能公平入学 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这里面讲到SAT考试 过去刚刚讲主任提了一个 我们看到基本的数据 现在哈佛大学正在被一些 亚裔学生团体告 那么在这个亚裔学生团体 告哈佛大学这个新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过往 这个意境加分这个政策 没有出来之前 有很多亚裔的学生 要想进入明败大学 在SAT这方面 学校对他们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其实不是学校要求的 学校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几分 他才会录取你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统计数字 都是一个平均数字 也就是说我今年收进来的学生 平均几分 然后我的亚裔学生平均几分 这都是收进来的学生的数字 被成功录取的学生的分数 对学校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几分才会被录取 甚至才能申请 他没有这样的要求 对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录取的学生不但是SAT的分数 对 但是被录取之后 让我们看到亚裔学生的分数 往往要比其他族裔学生 对实际的平均数字 要高得多 好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有人觉得学校里面充斥了亚裔的学生 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为什么呢 那么有个理由就是我们亚裔学生特别能考试 或者说我们华裔的学生特别能考试 那么这个观点我有个人看法 每一个族裔有自己不同的文化 我们华裔也有我们华裔不同的文化 我们华裔特别善于考试 是因为我们特别重视受教育 因为华裔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叫知识改变命运 这是从我们的好多好多被以前的人 就这么说 从科举考试制度流传下来的文化 知识改变命运 用学习更多的知识 让提高自己的学历 同而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跟社会地位 这种观念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念吧 杰克兄怎么看 我是觉得华人 因为在台湾在中国我们有一个高考 所以华人已经有这个观念 就是有一个考试是最最重要的 说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的家长就会跟我们说 这个SAT就是你的高考 可是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在台湾 所有这些亚裔的国家 就是有这些分数 就是他们能不能进入大学唯一的标准 没有其他的标准 在美国不一样 可是像在美国是SAT 也是看你的extracurricular 也是看你的essay 那我们讲华人 像 Jeremy Lin 林书豪 他的SAT score不是那么高 可是他会打篮球 所以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 这种林书豪 没有这么多 Jeremy Lin 很大部分很多华人的学生 就是比较按着功课考试 可是这些其他的大学 也是看你的sports 看你的extracurricular 其他的这些东西 杰斌兄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就是说 首先我们华人学生 我们或者华人的家长 希望他们的子女进入名牌大学 通过受良好的教育 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以及在甚至政治地位 这种想法 这种价值观有没有错 那么第二个才是 我们从中国大陆 从台湾来到美国 怎么样适应美国的教育制度 我们先讲第一个话题 我们华人希望通过受教育 改变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 改变我们的经济地位 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 这个价值观 江主任你觉得有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有一点点误解在里面 因为所谓的 譬如我举例好了 因为对很多家长来说 他会觉得 所谓的长春疼 藤校就是这个顶尖大学的代言词 是他们的目标 对 其实顶尖大学包含很多 不是只有长春疼 但是我们就讲长春疼 其实很多这种长春疼的教育 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将来长 就是毕业之后 从我这个校园走出去之后 去拯救世界 而不是去赚大钱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误解 我相信陈理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希望你更 愿意负担社会责任 跟愿意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事情 而不是说你拿到我这张毕业证书 你就发财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其实这个是现实社会当中 我们经常讲的理想跟现实的落差 在学校老师都会跟你说 像江主任刚刚讲的 你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 你要拯救这个即将堕落的国家 即将堕落的社会 或者是什么环保的问题 地球暖化问题 这些他们都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非常强调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说你要不要将来 就是你要不要拿这张毕业证书去赚大钱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但是当一个学生从校门走出来之后 进入社会之后 他如何生存 如何找到自己更好的生活 这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可观现实 所以在这个训练之中 其实有很多像刚刚从理事讲的 这个课外活动的部分 甚至领导才能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要 像你知道前几天我们暑期班开课 很多家长来报名 有一个孩子他成绩非常好 然后他的ACT是34分 然后满分是36分 他来报ACT的课 我就看看 我说你来报干嘛 你回家吧 我说你36分满分 你已经考了34分 你自己努力 你自己努力一下 你就35分 35分跟36分 申请上又没有差别 你不如去做一些课外活动 或者是说找一个part time job做一做 你何必花整个暑假在那里ACT 对你的申请又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就是刚刚陈委员 陈理事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必须搞清楚的 这些大学他要的是未来的领导者 所谓的未来领导者 不是说就是最会考试最能读书的那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除了有好的成绩 受到良好教育 走出社会之后 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 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这是大学要求学生的 那么很多大学认为我们华裔的学生 除了会考试会念书 到社会上充其量是个专业人士 而不是一个能够在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这是很多主流社会的学者或者一些专家 对我们亚裔学生的看法 那么特别我们刚刚讲到 这关于这个ACT考试 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说 为什么华裔的孩子考试成绩特别好呢 他们并不是说 因为你们几千年的科举制度 因为你们想用知识改变命运这种理念 触动了你们要考试 他说很多华裔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 他们为什么他的成绩要比西班牙裔的非洲裔的学生要好 因为他的父母有钱帮他们补习 很好 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件事 你怎么看 好 我跟你说 其实我的学生进入顶尖名校的很多 他们是不是全部有补习 不是 其实我一直强调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补习 当你读不上去 你没有办法专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帮你 可是如果你自己可以读到那分数 你就不需要帮忙 那如果讲到这一块我更要讲 其实很多的族裔 低收入的家庭的这个城市 政府出钱请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给那些学生补习免费 是part of the class 就是说他们正常的学校下课之后 他们就可以这样子 参加这种SAT的练习跟补习 是政府出钱的 甚至政府出钱帮他们请顾问 完成他们的大学申请表 那那个不叫补习叫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效果 你讲到这个也很好 其实就算你送来我这边 效果怎么样 我的课程非常强效 我一个暑假的课程 进步一两百分是平常 但是如果今天你自己本身不想学 你坐在那里三魂七魄都跑了一半 说实在的 我怎么样能够让你进步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能不能有效果 是看学生本身 我想将主任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 就是过去华裔给主流社会一个印象 所谓的虎妈 曾经有为虎妈出过一本书 还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轰动 所以虎妈就是要逼迫自己的子女 在正常的教育时间之外 还要不断的补习去学钢琴 学画画 学这个学那个 逼到这个学生完全没有任何个人的时间 这所谓的为之虎妈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讲的 为什么华裔考试成绩好 因为华裔有钱 所以呢 你有钱投入到你子女的补习当中 那么我要问个问题 如果政府出资源 帮一些在SAT考试当中 本来成绩就不好的主意 比如说西班牙裔非洲裔 这样会有效果吗 我这个疑问 刚刚贾老师已经回答了 那么介飞兄想请教一下 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教育工作者 你觉得把华裔定位为因为有钱 所以补习 所以成绩好 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的 当然不准确 因为我做这个访问十几年了 大部分我访问的都是华人 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些application 那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是有钱的 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住在SAT 不是每一个华裔都经济条件非常好的 完全不是的 我有看过很多的就是他们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他们也不是上Sat Marino 这些学校 他们也是上其他的比较average的学校 然后我interviewed这些人 然后我就是用我这个很objective的criteria 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华人 我就给他们加分 那按照这个大部分 我看到进到Harvard的还是亚裔的还是华人 然后很多都是他们的背景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这个分数 这个环境分数不见得是对我们不利 因为我们要记得不是每一个华人 都是家庭有那么多钱的 所以这个也许也会帮助他们 让大学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是华人 我们家里就有钱 也许他们有这个感觉 所以如果有这个分数的话 他们就知道我们不能说你是华人 你一定有钱你的分数才是这么高 也许这会帮助我们的学生 所以其实现在主流社会 特别在教育这个行业里面 对华裔对亚裔的偏见 我觉得是十分严重的 这个偏见表现在几个地方 第一我们刚刚讲的 认为华裔亚裔就是善于考试 第二 为什么你们善于考试呢 是因为你们有钱 你们经济条件比较好 你们可以请到像江老师这样 高校的这个补习的机构 帮他们提高成绩 第三 所有的亚裔的孩子 虽然进入了名牌大学 他们毕业出来 充其量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并不能承担社会的责任 在这种偏见之下 现在SAT这个逆境加分 是不是针对亚裔所提出来的呢 江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说实在这个逆境加分 或者是说大学审核 是不是对亚裔有一个歧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大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不认为他们是歧视亚裔 甚至歧视中国人 他们是歧视你这个人的背景 整个 比如说你是亚裔 你住在某个地方 像陈理事说的 然后你家庭年收入很高 你家里的这个家长的这个 教育背景很高 我觉得这些都是考量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歧视是 你很typical 就是你跟别人都一样 你跟别人不管优秀不优秀好了 就算优秀也优秀的一模一样 你这个族裔这个亚裔或者这个华裔 你们的优秀学生 基本上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 对一个模子 然后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人格特质都一样 然后passion也一样 然后就是未来的热情也一样 然后甚至连名字都很类似 甚至连长相也差不多 甚至就是说下了课做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其他的总统都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他不是歧视他选不出来啊 他选择这个错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一模一样的人 在我的校园里头 就像陈理事讲的 我一年只收2000 其实不到2000个人 1000多个人 然后我从某一个城市也只能收那么多人 因为我必须要有不同的城市来的学生 然后我每一个课里面 我一个课里面要有各式各样的人 我不能一个课里面都是同样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们都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不知道选谁啊 所以我就可能都不选 或者是说100个都很优秀 我只选一个 因为我也只能有一个啊 所以江老师 刚刚你讲这个观点 就反映了现在很多名校 对这个亚裔的一种印象 就是你们的优秀 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未来你们走出社会 你们的这个理想 你们所实施的这个生活方式 也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那么所以 就不符合现在大学教育的原则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在进入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因素考量 有分数的因素 有个人特质的因素 还有你综合数字的因素 甚至有主意的因素 这些因素加起来 在考虑一个学生入学的时候 在美国这个社会 我们是强调公平的 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 这是我们 这次讲到SAT这个逆境加分 我们需要大家讨论的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下个礼拜再约两位 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 来跟我们的观众讨论一下 入学何为公平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一个话题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今天非常感谢杰飞兄 谢谢杰飞兄 谢谢 当然也感谢江主任 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